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的基隆港东岸港区将释出大面积的国有土地 基隆市政府都发出正在国门广场玻璃屋举办透明的港口净土展 让大家了解未来东岸再生的想象 黑夜中国门广场的玻璃屋闪耀光芒照亮基隆港边 里面的净土展也指引着未来基隆东岸港区再生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基隆港军港威海营区西迁计划积极推进当中 未来的基隆港东岸港区将释出大面积的国有土地 东岸港区未来将有可能是什么样子呢 基隆市政府都发出正在国门广场玻璃屋内 举办透明的港口净土展 希望让大家了解未来东岸再生的想象 大家可以看到未来在我们东岸地区 也就是军港西迁之后 现在的威海营区的这块基地 未来的一个想象 那这是经过蛮长一段时间 我们有许多的学校 专业科系的学校的老师跟同学 一起利用基隆的这块基地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规划跟设计 那也给了非常多这个新的思辨 或者是不管是未来不一样的愿景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都很有创意 也都很有启发 那所以这为期一个礼拜的时间 相信只要进来看到这些相关的模型 或者是图梭 大家会激动的下一个十年 我相信就会有更清晰的一些想法 这是我在卸任之前 希望能够带给基隆市所有的市民 甚至是包括整个北台湾的北台区域 大家对城市跟港口的都市发展的想象 我们给一个新的一个目标 基隆市政府都发出主动邀请 规划设计的相关大专院校和建筑师 提出愿景构想 从12月17号到25号举办为期一周的展出 欢迎市民朋友到玻璃屋参观 市政府都发处也表示 未来这间玻璃屋也将可以委外经营 作为咖啡厅或是书屋等用途 欣赏基隆港区国门广场 全天候美丽的景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中一路基隆港周边及基隆火车站 换蓝一新外 市府更用心招商引资 由台湾的国际体感大厂智威集团 在基隆火车站设全球首座的 元宇宙实境体验馆 正式启用 基隆市长林又昌和智威集团 董事长欧阳志宏以及市政府官销处长等人 一起乘坐戴尔塔飞艇 直上3000公尺高空视角 俯瞰世界美景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带领市政府团队 努力打拼下 不但让中一路基隆港周边 以及基隆火车站脱胎换骨换蓝一新 更用心招商引资 由台湾的国际体感大厂智威集团 在基隆火车站设置全球首座的 元宇宙实境体验馆正式启用 今天很重要的是 非常感谢欧阳港市长 这个木瓜瓜国具 然后选择在基隆的落脚 那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来 很重要的一个招商的一个成就 那智威科技进驻到我们的旧火车站 其实代表了 基隆从过去一个港口的城市 休闲观光娱乐的一个城市 到现在是跟科技 然后跟最新的虚拟的技术 来做一个整合 以及包括呈现 刚刚影片里面在讲的 元宇宙的一个概念 这个在全台湾是第一座 甚至是在国际上 把它整合在一起 也是第一座 感受几乎是百分之百真实 那甚至里面也建设一套飞行模拟器 可以驾到F-16 飞到台湾的山口 去保家卫典 那这一切一切 就是这个场馆 我们实现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在一个 就是说实际的体验上面 它可以过展你更多虚拟的体验 这些虚拟体验可以是 你可能是梦想 或者是可能这边是没法达到的 一个体验 和一个梦想的实现 所以说去参与赛同志 那做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要用很多科技进去做 所以这个场馆算不是 我们最大的场馆 可是几乎是我们曾之为 科技进去最高的场馆 我们大概把所有最厉害的科技 都用在这里面 为了对它实现这件事情 原宇宙实际体验馆中 除了有戴俄塔飞艇之外 还有F16战斗机实际模拟驾驶舱 让您体验当飞官 翱翔天空 保家卫国的感觉 以及变身为赛车手 体验竞速飙车的奔驰快感 智威集团也表示预定明年 体验馆也将设置全台最大裸式 3D弧形巨木 让可爱又慵懒来自多重宇宙的 褐色短毛毛 穿越星球抵达基隆 相信将成为全台猫奴攻陷的最佳景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都知道了 七堵区自乡里里长张仁化 连续九年举办搓汤圆的活动 让长者和年轻人一起备料搓汤圆 让长者们借此机会聊天叙旧 活动筋骨延缓老化 市议员张耿辉是大力响应和支持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和七堵区自乡里长张仁化 陪同里内近百位长者以及年轻人 一起搓汤圆毫不热闹 冬至快到了 七堵区自乡里里长张仁化 连续九年举办搓汤圆的活动 让长者和年轻人一起备料搓汤圆 除了让长者们回忆过往 大家热络搓汤圆的温暖记忆之外 也让年轻人传承这项文化习俗 更能够让长者们借此机会聊天续旧 活动筋骨延缓老化 每一年都会举办冬至搓圆 搓圆汤 那让联老的乡亲回忆以前的生活 到冬至都会举办这个搓圆 我们现场是在现场搓圆 然后现场主剩下的就刮给香港 对于这项搓田汤圆和咸汤圆的活动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大力响应和支持 就是5月20号就是冬至了 让我们那些长者四年好朋友 回忆我们冬至的时候都会搓汤圆 然后其实都说四年就搓了一岁 让我们感觉虽然外面天气寒冷 但是里面却是一个祸心的场面 同时这几天还没有来齐 总会在这边也注意 我们四年好朋友尤其长者 我们现在注意穿着衣物要注意自己的保暖 以免冻凉 由于这两天入冬以来 预估低于10度低温的寒流通过台湾 张耿辉也呼吁长者以及身体比较虚弱 有三高等慢性病的民众 务必多穿衣物 注意保暖保持身体健康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有四条海豚上周五被民众发现 搁浅在新北老梅石潮沙滩 海巡人员获报后赶往现场 并通知基隆市政府 在救援的过程中 只有三只海豚健康良好 再往新北外海顺利野方 新北石门沙滩上被人发现 两只海豚依偎在一起 让人看了好心疼 海巡人员第一时间获报 赶赴现场救援 并替他们披上毛巾撒水帮忙保湿 上周五12月16日一早6点多 有民众发现四只海豚 搁浅在新北市老梅绿石潮沙滩 每只海豚相距超过500公尺 导致搁浅的状况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定 但是这几天风浪大是一个原因 如果说它离岸太近被风浪打尽 而且特别是一个群体的话 可能会避失影响 新北东宝处紧急派出了两辆车 并通知了金融市政府 将四只海豚送往金融八斗子 安置中心照顾 初步检视三只是陈宁的个体 一只是幼体 其中一对还是母子 但在救援的过程中 幼体海豚不幸死亡 目前兽医师这边评估四只的动物状况是 活动活力还算很好 然后希望在天气转换之前 能够把它先野放出去 那当然他先到八斗子安置中心这边 先做这个血液的抽血 然后去观察他后续动物的一些生理的状况 然后抽完血顺利 抽完血之后才安排这个野放的程序 那现在目前两艘船都已经预备 然后随时等状况好的情况之下 然后把它野放 那今天早上 因为也有考虑到天气跟人员的安全 所以早上也有经过 跟船长之间来做一些模拟跟讨论 能够让这个野放的程序 能够安全又顺利的将动物送回大海 苏石明志工到场协助照料 量测生命状况 判断海面风浪间歇之后 立刻决定野放 海豚在海豚里面是蛮常见的 那它最重要的是 它这一次是三个层体 一个是亚层体 那其中那个亚层体 它现在比较窘迫一点点 就是会紧张 那目前状况都良好 那因为超时海豚 它本身比较不适合使用 那个麻醉药剂 所以我们尽可能再让它 最不麻醉的状况下 用情绪安抚来做野放 志工们小心翼翼将海豚 分别移植到娱乐船上 顶着巨浪 花了40分钟开往石门海域 顺利让它们回到大海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北胜公管委会 继基隆北胜慈善协会发起 捐赠救护车的活动 109位姓郑每月捐助3000元 经过一年的时间累积数百万元 协助基隆市消防局购置救护车 我们也请我们的受证单位 我们陈局长请就位 将全新的救护车 捐给基隆市消防局 台下响起热烈掌声 北胜公发挥大爱精神 集结了109位众师兄 师姐力量 每个月每个人集资3000元 购买救护车 去年其实 我们受到那个生命的旨意说 要建救护车 我们也不晓得从哪里住去 后来就是 到了消防局购买成机场 后来也感谢直机场 那时答应说刚好 说今年远过车子要淘贷 才能受证 今天你的早餐吃了多少 105元 可是如果说你存了100元呢 一个月以后 一年以后 居然小钱变大钱 大钱居然买了救护车 这个神圣的使命 其实不是我们北胜公里面 任何一个人做得到的 是大家给我们力量 大家有这样的信念 才能够就把这件事情 这么顺利的完成 所以呢 我要非常谢谢 均正的109位 善心的师兄师姐 你们不嫌弃我们 肯定我们 支持我们 认同我们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这个胜举 这辆救护车 是金融市消防局 首辆行驶的救护车 车身及后车车门 新增大面积 红黄交错的反光方格 在日夜间照明下 可以提高辨识度 目前大概一年平均的救护车 那是一万七千多件 都有救到人的 大概有一万 将近一万四千件 这台救护车到新一分队以后 我们一定会善用这些资源 当然也感谢北胜13协会 让我们的一个救护能量 有大大的一个提升 我们这些资源一定会善用 而且能够救到更多需要救助的一个人 那在这边也特别感谢 那除此以外 我们这一台救护车 它是我们全市第一台的 巴腾堡格吻的一个救护车 那这个巴腾堡格吻的外观 它是有红黄条纹相间 那可以在执行救护的时候 在五百公尺以外 那我们的车辆 我们的行人 就会看到这一台 非常显著的一个救护车 在执行救护工作 那所以这台 这个条纹 那不仅会可以保护 我们的执行的那个同仁 那同时 也是可以保障我们四年朋友 大家在道路上面的一个安全 除了捐赠救护车 前两年疫情爆发 基隆的疫情严峻 北深公大力集资 募集各种防疫物资 全数捐给消防局 让第一线人员无后顾之忧 也让基层的队员相当感动 去年的三月份 那主委跟理事长 到我们这边来 那后来他们得知 我们防疫物资 也不是非常的充足 所以他们分了五次的一个 那个时间点 分别捐赠我们 非常多的一个防疫物资 那这些防疫物资 都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他们开始进行捐赠 那总共捐赠包括 这个防护衣呢 有1500件 隔离衣呢 有将近6000件 尤其是我们最需要的 ANGEL口罩 他们捐赠将近6000个 还有包括 法帽 还有脚套 都是有一万多个以上 所以我们在 最需要的时候 能够拿到这些 捐赠的物质 新的救护车 配置自动先费附属机 AED 以待式搬运仪 这样浓度 分析仪器等装备 总价值超过了350万元 北胜公每年做公益 要把天上圣母的大爱精神 传承下去 记者 黄绍明 基隆报导 这位请安保 我把他表现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 做得很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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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哦耶 今年的耶旦节 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 美丽的脸庞了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旦哦 中家宽屏 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耶旦节快乐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家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死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家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这有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死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家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死角 WiFi 黑洞终结者 中家宽屏 搭配Mesh 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市政府投入 近新台币3000万元 打造七区国小特色儿童游戏场 有一群热忱的师生 就以七区儿童游戏场为主题 联手创作绘本故事 让游戏场充满想象 根据不同学校内的特色儿童游戏场主题 一本本充满创意的绘本 在师生的编织下出版了 校园及乐园的一个学习场域 那希望这个是一个开始 未来我们希望所有基隆的学校 每一所学校都是学生的梦想的乐园 结合校本课程 游戏场与阅读教育 师生共创 像是赌南国校的畅游亚特兰提斯 以及由海洋城市特色发想 学生创作出海洋冒险精神的故事 老师则用电脑绘图 画下孩子们开心的时刻 常常在下课的时间 我们看到小朋友们 就很开心地在游戏场玩耍 我就把这些画面记录下来 希望跟这种绘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我心得最大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 它的文字内容 非常的符合我们学校的创意 让大家有天马行空的感觉 另外还有成功国校的成功协奏曲 将校本情节融入音乐元素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学校的特色 比如说彩虹操场 还有我们一些乐器的 那个儿童游乐设施场 把它表现出来 画这个就很荣幸吧 因为很酷的体验 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画绘本 然后也增加了很多丰富的经验 游戏场培养孩子航向未来的玩乐力量 而游戏场绘本就是开启孩子的创作能量 这融入学校进行跨领域的阅读课程 将陪孩子一起共读对话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为了保护宜兰民众的饮用水资源 国际福人3490地区有一项公益计划 希望协助泰雅族的农民转型种松露 而这项计划受到国际福人社世界总社长 珍妮佛琼斯的重视 特别亲自到现场参访 最像名为福尔摩沙台湾的宇润原乡 宜兰四季南山松露种植寄柱推广 跟机具设备捐赠工艺计划 受到了国际福人总社社长的重视 特别来到现场了解实际的状况 而基本上就是逐步来改变传统的农业形态 转向高经济价值的松露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案子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来投资未来的一些产品的发展 那我们福人人也是希望说 可以看到从传统的农作物 做一个非常好的转型 到一个比较高经济效益的一些产品 然后让这个社区可以继续成长 因此这个计划除了帮助农民 永续农业之外 重点也是能够保护整个 南洋地区的水源地 所以国际福人三十九云地区的总监说 这个计划非常具有指标意义 才吸引总社社长来关心 一般这边的当地的农民都是用传统的 关心农法 那农药部分使用的比较多一点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 藉由这个服务计划 能够改善这些农民 对农药的这些使用 然后也改善我们的水质环境 那这些用水 尤其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用 宜兰地区 大宜兰地区的用水的水源头 据了解国立宜兰大学 宜兰县政府等单位 跟农民研究种植生路 大约有六年时间 目前有18户农民来配合 而推广过程要八年以上 非常需要各方的关心 来帮助原民经济转型 那今天非常开心 看到福人社这样工业团体 能够看到这个问题 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辅导跟帮忙 那我相信对这个计划来讲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而农民的方面 非常感谢国际福人 能够来协助这个计划推动 让他们能够永续农业 也可以让青年回乡工作 他们如果福人社进来以后 我们就又燃起这个希望说 能不能延续下去 能够让它成功 让我们小孩子能够说 把这个产业的转型的 这个过程能够顺利 我刚刚有在跟林教授 就是聊过这件事 那他在纽西兰看的这个松路 松路厂 它是已经盈利23年了 那他非常非常鼓励 就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是很类似 我们的趋势是很类似的 那相信一到两年就可以有收获了 那我们当然不能放弃 我们要坚持下去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国际扶轮 还有我们所有社区的伙伴 那希望说大家 攜手坚持下去 来等这个成功案例的来临 我是松路的长期粉丝 所以一旦成功 请不要忘记我 而总市长也呼吁更多人 来投入他们的公益活动 一起来爱地球 加入国际服人的行列 记者林玉萍 黄日生 已然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你現在就像Wi-Fi孤島 還好有中加寬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強 隔間再多也不怕 讓你在家盛網無私腳 Wi-Fi批動終結者 中加寬屏 搭配MASH盛網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現在就辦中加寬屏 最後一集終於上了 我沒想到 沒有Wi-Fi 我的Wi-Fi 沒有Wi-Fi 這裡是 我在哪 一到陽台 你這樣就像Wi-Fi沙漠 還好有中加寬屏 有了MASH Wi-Fi範圍超廣 距離載源也不怕 讓你在家上網無私腳 Wi-Fi黑洞終結者 中加寬屏 搭配MASH上網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現在就辦中加寬屏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 要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 都很緊張大家 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 阿也沒確診 阿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 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 她不追究這事真實案例 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 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絕他了 從那天開始 她每天出現在我附近 還會發很多奇怪的訊息 怎麼辦 別擔心 從民國111年6月1日起 此類跟踪騷擾行為 都屬於犯罪行為 被害人可提出告訴 警方也會對加害人 開出書面告誡 兩年內再有跟踪騷擾行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違反保護令者 可處三年有期徒刑 攜帶凶器者 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儀對象 請尊重他人意願 杜絕跟踪騷擾行為 刑打110報案 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 Oh yeah 今年的耶誕節 終於可以脫口罩 露出帥氣美麗的臉龐啦 雖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滿 不過在室內還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夠開心過耶誕喔 中家寬評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月蛋節快樂 隨著疫情升溫 假消息滿天飛 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 利用以下三個超實用APP 簡單操作快速查證 LINE訊息查證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證之訊息內容即可查證 另外還提供最新查核訊息 提供民眾了解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搜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